大家好啊 那个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在城派八卦掌之中啊 一个地战术风格非常鲜明 战士意图非常明显的攻法 它的名字叫大蟒翻身 这个攻法攻防一体 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大蟒翻身应该怎么练 它呢跟燕子超水啊很相近 但是呢它们完全不一样 是循序渐进的关系 我现在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从起势开始一直到变成瀑布 这个地方都没有问题 然后从这一刻开始变化来了 在转膝向前伸的时候 这个时候后手啊回到腰间 后脚结合掰扣布 扣布到身体前侧 这个时候手啊不许回来 要时刻往前伸 身体呢以这个前臂为轴 后手沿着腰为轴 横向的去转 身体呢要翻过来 这个时候啊非常关键 两个手它是同时相对的 在这个前提下 后手往腰里使劲 前手要往前使劲 在这个前提下 身体继续往前使劲 外侧这个脚 就是咱们左脚 刚才扣过来的这只脚 要沿着这个情况下 向外掰 就是沿着你倒的方向前进 然后接一个燕子超水 整个过程叫膀翻身 现在呢我说一下 这个大膀翻身的一个细节 它呢之前啊 你们也看到了 跟这个燕子超水有些像 咱们呢从头开始 这边跟燕子超水都很相似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从这一刻开始 这个细节啊 两个手两边 这个时候都是有力量的 就像一个绳子一样 这个呢指向性不许变 同时身体以前臂为轴心 身体呢借着这个往前 翻的这个劲 扣步 以前臂为轴心 身体从底下翻下去 再同时 这个是纵向的劲 后手在腰间是横向的劲 从这样伸 这一刻开始 两个手都有劲 然后翻身 这个脚向身体倒的方向 前进的方向迈出去 这是掰扣步里边的掰步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前手一直往前延展 这个劲儿绝对不许丢 这是细节 下面呢咱们啊 跟大家说一下几个 非常关键的地方 其中啊 第一点就是说 你可能觉得这个大马翻身很难 但实际上呢 它并没有那么难 咱们这个大马翻身 这个基本功啊 是由前面的这些功法 叠加 循序渐进 组合到这块的 所以呢 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第二个是心理因素 每个人啊都有心理恐惧 就是当咱们下腰的时候 我一边说一边做啊 当咱们到这个水平的时候 一般人都会害怕 都怕自己摔倒 但实际上 你想摔倒很难 因为你的身体 它本能的保护你 当你到达这个角度的时候 你会本能的去掰步 防止你摔倒 所以你根本的不用害怕 然后呢 第三点 在咱们这个过程当中啊 你是向你倒的方向前进 整个过程呢 是一个你在控制身体的过程 而不是说你随着惯性 就往前就倒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非常的害怕 你可以找一个垫子 先试一试 或者呢 你找一个朋友 帮着你 扶着你一点 这都没关系 然后咱们再说第四点 就是在咱们练习这个功法当中啊 你觉得自己身体 酸痛了 颤抖了 觉得自己要体力不支了 这个时候说明 你已经到极限了 为了安全 一定要停止 马上停止练习 下面呢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我教学当中啊 我看到咱们有些朋友练习 大膀翻身的时候啊 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 首先啊 咱们还是我一边做 一边给大家解说 这一刻都没问题 但是下一刻问题就来了 当这个过程当中啊 这个手呢 两边都是有劲的 有的朋友把这两端的这个劲丢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在翻身的时候 手不是有一个指向性吗 你要往你指的那个方向去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人啊 因为害怕 这一害怕啊 他把前手这个轴心 这个指向就给丢了 像这样 这一下就失去平衡了 非常容易摔在地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当这个双手向两边延展 你要翻身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也是因为你怕摔倒 所以呢 你这掰步啊 失去了指向性 你没有往你预计的 那个方向去掰 你这一下 怕摔倒 啪 偏了 这个也是问题 也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千万要杜绝 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大膀分身啊 在实际应用当中呢 它是怎么应用的 刚才呢 大家也看到了 我在演练的时候啊 我有这么一个翻身的动作 这个动作呢 在你实际应用当中啊 经常给对方造成一种 出乎意料 意想不到的效果 现在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解说一下啊 刚才这一瞬间 我们发生了什么 刚才 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 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时候对方 他用手 吃住我的中间 这个时候呢 大膀翻身的特点就出来了 大膀翻身特点啊 是可以在 双方攻防当中 主动避开对方的攻击路径的同时 攻击对方 我刚才呢 就是为了避开对方的攻击路径 我用手轻轻的领了对方手一下 偏斜了对方的攻击轨迹 然后我用我的手去威胁他 对方不让我威胁 怎么办 我上步 我从对方的这个 结构缝影中钻出去了 同时 看到这个翻身的动作了吗 然后我用我的身形 顺着我的惯性 避开对方的攻击轨迹 然后 我给对方造成了伤害 这是刚才一瞬间发生的事 下面呢 换我来向对方主动攻击 大家看到了 这个时候对方对我形成了绝对控制 我非常的被动 而且呢 我的手腕关节 还有肩关节被对方牵制了 现在 大马翻身的用途来了 首先 我的身形 接着惯性 沿着我的指向性 我的轴心 去逼迫对方的重心 使对方施重 然后 我靠步 翻身 我用我的身形 借着我的重心 掰步踏对方中门 然后同时 拧臂 翻腕 这个时候 我无论手还是肘 对方都已经控制不住我了 我可以任意对对方攻击 给对方造成伤害 这是大马翻身的另外一个用法 第一次 第二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